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人的讲师高乐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上节课我们运行了 第一个P2P程序 大家肯定对一些语法还不太了解 这节课我们来了解一下 P2P最基本的一些语法 好吧 这节课就是P2P的基本语法 那我们在了解基本语法之前 学任何语言之前 如果想看到效果 我们要先学会输出 那我们在这里边 大家只需要先记一个函数 或者把它叫一个指数都可以 细盘我们打开 问问 这里边三达轮目我们是程序在这里写 那上一个第一个程序我们就Test 那这里边呢我们也是随便叫一个程序 叫Demo.P2P 对吧 我是直接写在文档发布的根部下 所以这里程序可以直接运行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直接写的RTMR部分 这是直接写的RTMR部分 这直接可以输出 直接看H1D 然后开头 对吧 这里边比如说标题 然后这里边包内体 那这些呢 虽然后背名叫P2P文件 但是有的时候呢 说哥老师你写的不是 而是天上门东西吗 那P2P一解析这个文件的时候 一看里边没有奸花往后 P2P那个开始符和结束符的 他就不解析这个文件 那这些内容全算直接输出的那种 比如说这里边 我写上一行字 这是直接输出的内容 然后DR换行 对吧 我们现在用浏览器访问一下 看一下 我怎么写的 他就怎么输出的 Local host 我的文件名叫什么 Demo.P2P对不对 你看这是直接输入内容 上面标题 我们查看页面原代码的时候 你也看到 是不是我怎么写的 就怎么输出的 你这P2P对他没做任何处理 对吧 那P2P只对谁处理呢 这里边 监管号问号 对 监管号P2P 和问号监管号 对这里的内容这种处理 对不对 这里边 那我们说了 先要学 第一个学的语法 就是先学输出 这样你能看到效果 因为你想把你程序 执行完的结果 让用户看 你就得有输出 那在这个之外的是输出 对吧 那这里边我也可以直接输出 那直接 开口一下 有个 妹子 漂亮 输出个这个 对吧 你看我也可以输出RTM RDR 对不对 所有的 在这个之外形成内容 你都可以我爱过输出 你看我还可以输出一个 可以输出多个 先学第一个语法输出 比如说输出 这是一句假话 这是一句假话 画号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这是一句假话 妹子漂亮 对吧 看一下 那原代码里边看到PIRP代码了吗 是PIRP对里边内容直接写了 而且内容是直接写了 就直接输出的 这是大家在学语法之前 必须先接触的一个语法 输出的语法 好吧 那我们再往下看 看一只画 先别到这了 看PIRP有四对 可以让PIRP解析的标签 前面咱们是不是用了一种这个 那这里边一共有四对 都哪些对呢 还可以有这种标签 大家为了方便可以肩胖问号 直接问号肩胖结束 看到了吗 是的 很漂亮 对吧 然后还可以怎么呢 这种是短标签格式 就是跟上面比它是不是少了PIRP 咱们这种啊 对不对 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那还可以短标签其实还有一个另外一用法 直接比如说 后边咱们会学变量 在这里边比如说 我们声明一个 声明一个变量 一个字母串 哈喽 看到了吗 那我这里边可以直接用短标签 输出变量 可以不用iPhone 直接这样 监管网号 等于$STR 网号结束 看一下 这也可以 然后这俩是一回事 只是短标签里边输出的一种风格 然后还可以使用ASP的风格 如果咱们在TAMER里边签到ASP 熟悉ASP的人 你可以用这种标签 然后比如说 叔叔 我们交个朋友 对吧 还可以用长标签的格式 就是Scribe 然后Language 语言是PeerP的 然后结束 鞋盖 Scribe 看到了吗 然后这块输出 比如说不行 看到了吧 那这些是不是 如果都可以 PeerP遇到这些标签 都可以把它解析 那是不是我们看到的结果 就是我们想要的呢 对吧 那我们是不是用买的都行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全能出来 怎么 出来了吗 这种是不是没出来的 我们交个朋友 不行 对吧 不行是出来了 没有标签的 那你看其他代码 查看月面元代码 这种的和这种的是不是没解释啊 对啊 为什么没解释 为什么没解释 你看元代码是不是这里没发音啊 不支持这种格式 那美的说不支持这种格式 那我说支持对不对 对啊 现在观点不一致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配置文件里边 前面还记着PnP 这会是有PnP.if的文件里啊 对吧 有一个咱们可以查找一下 叫做短标记 SHORT上去 你看 对 再搜一下 看到这了吗 小的Open标记 是关着呢 短标记没支持 对不对 现在我把它 哦一下 是不是开启了 然后 Ctrl S一下 保存了一下 那保存完之后 就可以吗 刷新 变了吗 没变化 咱说了 配置文件要想改动 是乘软件在运行启动的时候 才再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配置牛改动 大家必须记着一件事 干嘛呀 重起来 对 为什么不重起PRP啊 PRP Apa奇的一个扩展 对 PRP是Apa奇的一个扩展功能模块 所以启动Apa奇的时候 就是启动了PRP 对吧 所以我们怎么重起 Apa奇的 是不是Apa奇在这啊 是不是有服务啊 服务是不是VSTAR 服务 好 重启一下 应该重起完了 对不对 现在我再刷新一下 你看 妹子 很漂亮 哈喽 是不是出来了 对不对 那我们再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 查看一下右键 查看一下页们 你看 这种标记没出来啊 对不对 短标记支持了 对不对 那他的短标签开启风格跟上面是一致的 对吧 那我们就先来严谨一下 对于我们写程序 是不是随便可以用 然后这个是个服务器 开启短标签风格才可以用了 对 关键的是不能用了 对 然后这个呢 你用它也可以 你没觉得它比较长了吗 而且在标签里签到的时候 本人就标签了 它比较麻烦不太好用 对吧 所以咱们以后在写程度的时候 这些你通通不要去记 OK 你就用一种什么 上那边的风格 那有的又说了 短标签风格多使用啊 为什么不就留这个呀 开启的不就可以了吗 有的时候这个格式会跟一个语言 这个XML发生冲突 发生冲突 所以呢 这个不建议使用 那发生冲突的时候 服务器会把它关掉 对吧 因为有这种支持的话 发生冲突的话 解决不了啊 就得把这种关掉 听到吧 所以这种服务器可以关掉的东西 尽量别用 发生的话 比如说我的环境现在开启可以用了 对不对 但是别人的环境没有加这个 是不是成衣放上去都不好使了 对吧 所以呢 在服务器可开可关的这个里边 那就要选择开的 就是关的那种情况去用 对吧 那这样的话 你为了寄这些麻烦呢 你干嘛寄它呀 直接怎么办 就用这一个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不用记其他的 但是呢 在你 假设你会以后接着面试或者写程序 你要注意这个东西 对吧 啊 这是咱们说的这个标记上的一个用法 就选择这个将P2P代码呛造而填吗 这个区 对吧 那P2P还有个特性 什么特性呢 这个关闭标签 看到了吧 写在里边的才是P2P程序 那我现在 有妹子 我这样写 对 我这样写程序 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 少了什么 少了结束标签 少了结束标签 对不对 记住 P2P支持这样的语法 什么语法呢 如果你整篇里边全是P2P程序 也就是从这开始到整个脚本结束 都是P2P程序的话 可以不加结束标记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 这个程序 稍微信一下 哈喽或者说明出错 程序出不出错 没出错 对吧 所以呢 这种标签是支持的 那我都说 我平时写的习惯是加好还是不加好 加好吗 那到底是加好还是不加好啊 看这欠不欠透 对 如果是这种写法 也就是它在RTM中间签到 那必须得加 你要不加这个的话 那下边的话就会认为是P2P法 对不对 是不是就会出错 所以必须得加 但是呢 如果下边没有其他代码 全是P2代码 我建议你不加 为什么不加呢 按照 如果你加上这个标签的话 一般人的习惯 就是回来达车 对吧 那 咱们以后写P4文件是一个项目可不是由一个文件组成的 由多个文件组成的 这个文件有可能被别的文件去包含使用 对吧 假如说第二个文件包含这个文件 这文件在那文件的上面 那你习惯性的后边就会注入空白字符 那对于路览器来说也算是输出啊 输出空格也算是输出啊 对不对 那有些软件 P4P的一些代码前面是不能有输出的 连空格都不行 那你这有输出别的文件就报案了 那你还不允许有输出的情况下就会出错 如果这样的话 你去到这个多少空白 P4P都会忽略 所以呢 咱们后边写 到后边的课程 咱们会将而是填上代码和P4P分离 你写的P4P文件 全是存的P4P代码 那整个文件都是这样的 监管号P4P 里边全是P4P代码 你就不用写结束符了 也不要写结束符 好多人不知道这一点 经常写 那写也没关系 你后边别习惯性的来两个这个 就可以了 对吧 直接这样就行了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向大家介绍的什么 这个P4P的标记和输出的问题 那这节课咱们就教到这一条 好吧 小沙 早安 了 这都在这一条 我们有问题 我们不 Cooper 我们有问题 对这我们外面的 见简单 咱们们介绍 2014 这是怎么办 本项 所以 感谢观看